嫦娥6号登月技术还不如美国和印度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啊 嫦娥6号成功挖到土了 但是它的着陆精度却再次被网友挖出来了 原因是嫦娥6号的着陆地点和预定的着陆地点相差了16公里多 为什么说是再次呢 其实早在印度登月的时候就有人讽刺 嫦娥5号降落的精度比较差 因为印度的月船3号的落月偏差只有360米 而嫦娥3号落月地点偏差600米 嫦娥4号是1公里 嫦娥5号更是偏了2公里多 甚至有人将55年前的阿波罗12号 落月精度都搬出来了 当时它们的精度控制在了163米 这一次的落差更大 因此才有人用这个问题带节奏 目的就是为了说明我们技术还很落后 其实类似精准度的节奏还有很多 在嫦娥6号绕月飞行的时候 也有人说它登月技术不行 所以需要飞行20多天 乍一天是不是很有道理啊 如果你信了 那说明你真的被带偏了 之所以要飞行20多天 其实是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不仅要收集月球的数据 还要放出巴基斯坦的立方星 更重要的是 嫦娥6号要打破世界纪录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还原秘行 大家都知道 嫦娥6号是嫦娥的备份机 按照其他国家的X 因为执行任务不同 可能嫦娥6号就被放弃了 但咱们航天可是苦日子过来的 这种败家的事情可做不来啊 因此还是用嫦娥6号 执行月球背面取土的任务 此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嫦娥6的构型都已经固定了 有些构型并不适合在月球背面飞行 比如太阳能电池板朝向问题 嫦娥5在月球正面登陆的时候 面板朝着太阳能充足的一面 但是嫦娥6现在在月背登陆 面板的方向也变了 吸收的光照就变少了 这肯定是不行的 于是咱们科学家就巧妙地 将嫦娥6号换了一个方向飞行 朝向就又变回来了 但是飞行的方式变化后 嫦娥6号就得重新设计飞行轨道 需要考虑的事情就很多了 比如燃料够不够啊 有多少速度绕月飞行比较合适啊 这个轨道是否适合月球着陆啊 降落月球的时候会不会有影响啊 等等等等 几乎大部分细节都要重新设计和验证 想想看 普通人开始在陌生的道路上都感觉别扭 更别说月球探测器了 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嫦娥6号载轨那么多时间 就是在验证这些设计 也就是说 你嫦娥6号是一边在做实验验证设计 一边在执行人类从未做过的 月球背面登陆渠图并返回的任务 如果凡尔赛一点说就是 嫦娥6号这是在创造世界记录 花点时间怎么了 所以我才说 别被那些人给带偏了 其次 再说说登月精度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同样被误解很深 首先 每日印的落月地点确实更精准 因为他们采用了一种叫 地形相对导航技术 这个名词听着很复杂 其实原理非常简单 就是说 探测器在月球绕行的时候 一直对着月球着陆点拍 然后在探测器着陆的时候也拍一下 再加两者做一个对比 就可以知道自己的方位了 最后再调整着陆位置就好了 这个技术很难吗 当然很难 因为美国在2019年 才开发了这个技术 还把它用在了火星登陆上 但问题是 中国其实早就攻克了这项技术了 在嫦娥4号的时候 探月工程三期副总师李春来就曾表示 要用这项技术 来执行嫦娥4号的任务 后来没用 而是留给嫦娥7号在用 也就是说 中国其实早就有这个技术了 只是没用而已 嫦娥5号和嫦娥6号为什么不用 原因就一个 就是这个技术还不太可靠 美英日等几个国家都在用 结果四个登月探测器都出现了问题 换句话说 其实它在航天技术上 还没真正经过验证 中国嫦娥6号的登月方案 是惯性导航加末端制导技术的组合 目的是在降落阶段尽量精准一点 但是不强求 就算有误差也没事 可以用末端制导技术 来调整和精确着陆 比如这次落月 是完全依靠嫦娥6号自主执行的 具体的过程是 嫦娥6号在落月的过程中 先会在落月两公里处 利用光明成像传感器 识别并避开大型伤风 转机坑等障碍物 然后再离月球百米处 宣听几秒 再利用机关等距移 识别月表小型的走坡 石块等小障碍物 进行精细避障 最后将它转移到 更平坦的地方安全着陆了 因此落差大一点 但是现在安全稳妥 这次咱们的落月情况 就非常的稳 因此 这些人说的精度问题 压根就不是问题 真正的强者不在于我们用什么 而是我们有哪些技术 以及想用哪些技术 懂了吗